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就能 广大灵感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就能师父 我们自己也让自己悲 看你那个样子就像在悲了 其实我跟我女儿看一下那个身体状况 她99年的 熟吐的 身上两个灵性在脑子上一个 腰上一个 所以她的脑子不行 低智商 讲话都讲不清楚 对 对 对 你好好给她念经啊 好的 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两个灵性都要念 一个灵性很多 至少五百八十张 好的 还有一个灵性一百八十张 加起来也要八百张 好的 好的 明白了吗 或者她就一直这样 我可以告诉你 跟你前世有点关系 她很爱你 然后盯着你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前世是你的谁 你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 两个人太要好了 晚上睡觉要抱着你了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所以这辈子不要抱得太紧 也用不着下辈子再跑过来继续抱 大家老实一点呢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感谢师傅 我们已经许愿了九百八十张 继续 继续 好的 没好 好是好一点点 不像过去 有时候还抽筋 对对对 而且这小孩子的手啊 和脚经常很凉 对对对 他要自己捞自己 然后他要主要是要自残 对啊 他自残了 自残就是他被情所破呀 就是过去呀 他老觉得你欠他了 有时候你们真的知道要知道前世的 你好好地给他念 如果快一点把小房子念掉的话 他会好起来 有的孩子最多身上的鬼 灵性走掉是六千张都有啊 不得了啊 我告诉你 有的时候根本不是 就像我们还蛋款一样的 他连本带息的 你越还了完 他还有利息一样的了 不要开玩笑啊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感谢师傅 你赶快啊 给他好好的念经 每天念经的时候 跟观世音菩萨说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我们一定尽快 我们一定努力 给菩萨讲啊 请观世音菩萨 让他能够先保留他的一个原生 就是不要让他自杀 这个原生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你们家族里边也有杀业 家族里啊 家族里 你先生有没有钓鱼啊 没有 有没有杀生啊 没有 杀骑鲨呀 杀鱼什么的 打猎打过吗 小时候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啊 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清楚了 那那个是 讲啊 那个时候我想 他现在就是我们给他许愿了十万条鱼 现在已经换了十万多了 你记住了 这个不是数量的问题 你放了这么多 你说哎呀我放十万怎么还没好啊 它不是这个概念的 你没有还清啊 你怎么会好啊 知道了 知道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 事不宜讲的 十万条 哎呀十万条怎么还没好啊 人家怎么 人家那个那个谁 怎么十万条一放就好了啦 放生十万 人家这条命本来根本没有的 那你现在为什么还没好 业障太重 不要说他了 看看你自己业障重不重啦 看看业障重不啦 还不明白啊 明白明白 家族性还有问题呢 好了 那个师傅 其实帮我看一下那个家里那个福台 什么 你们过去带他看过通灵人的 找过通灵人的 对对对对 找了很多 哎叫你们不要乱讲 找了没就是那鬼呀 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还在他身上 不要去乱找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 而且家里给你们放了一些东西 他通灵人啊 在你们家放了一些东西 在那个他的床下面 当时你们把他请过来的时候 他在你们床上放东西 床下面 像一个小的那个纸包一样 透明的 上面外面还有一个外壳 就是像那个绣过 绣过花的那种口袋 有有有有 舞长 我告诉你 什么地方都看得见的 赶快拿掉啦 不拿掉 我们鬼一直可以上来的呀 好的好的 那些东西那叫法术 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听得懂 我们是学佛的人 我们不玩法术的 你看台长有什么法术啦 好的好的好的 许愿 放生 念经 全部是正法的 鼓掌 看这个孩子的随着 那个师傅 看一下那个孩子 那个图的颜色 他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什么样的衣服啊 他属什么 他熟兔的 什么样的衣服啊 白兔 白兔 她是阿修罗道下来的 踢下来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 在上面犯罪了 跟人家打架 所以她很会跟人家打架 打不过自残 就这样